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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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写 where you can move that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纯粹他的级数当然不够财先锋 但我用一个看习的角度 就是让大家看看 有些马他都算是属于反应都几快的 不要说很快 当然有些马比他更快 阿蔡那只叫做去年打比甘季的 不是这些的马 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 银翅是不是叫银翅 不记得了 总之跑打比那只 奥文石日旗那只 他当然不够那只快 但是他都算不慢 这里一钓下去就很快就加速上来了 这里就拖住了 里面又有号霸王 我先看看时间 是啊是啊 嬌阳明区 那只转脚更快的 那只变速力很厉害的 记得有一场马我说 哎我说有些马不是这个班的 都不是那个级数的马来的 现在又证明了 是吧 好了 播了阿基拉了 各位老友好 欢迎来到 Layman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在6月15日 在6月15日 马会在沙田 星期六 星期六呢 安排了11场 是泥草混合赛事的赛日 各位没订阅 这一场马来的 一如以往呢 都是陪大家去看一下 试习的马先 有试习的呢 那这一只 Layman 整天和大家 柬欄满都中的 洛家福呢 上了三班 跑了几场 其实表现就不过不失了 今天又下回来四班 而且又转了过来跑沙田 这只鲁家福也有去试习的 时间就不快的 不过呢 就按住回来 都叫做精神爽利 这只鲁家福 下回来四班 但是又大幅加磅 但是对手又大幅减弱 这只鲁家福 那只鲁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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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鲁家福 这只鲁家福也是最开心来的 今天是同场的 不过我们一会儿不是看这一货 看一只鲁家福先吧 时间就不快的 叫做按住回来 保持着走势 这货集呢 伟达的新徒弟黄宝尼士 最开心就是这样骑的了 这边的黄宝尼都比一比他的 没什么转脚 但是呢 都叫做有少少走势了 他都跑开来的了 我觉得试这货集都OK的了 他不是说初出马 他都是跑行了 不过上了三班的表现就叫做恰可 另外还有试集的 这一只叫做狠博 这只马操练就很开心的 但是这只马应该不是一只差的马来的 他脱缺完之后呢 一共试了四货集的 脱缺了 不是 试了两货之后就有些脱缺了 接着再试两货 近期就试加眼罩的 那今天决定加眼罩的嘛 那就看加眼罩吧 那这里呢 董明朗呢 都有起势就是打他的 是啊 是啊 傻博的衣服大家都记得啦 就是成天都爆冷的 快博吧 那今天就是他第一次加眼罩试集啦 董明朗都有打他 这里片了一下 走了他的拇指后面 都差不多了,轉位董明朗都準備出旁邊了 其實他試過有一份學習,試完那份學習都有點走勢 接著就咄咄咄咄 接著這裏打下去都叫做保持住位置,都很大力騎的 看看初出就怎樣,這隻叫狠博 他總共試了四貨集 另外講一隻最開心,剛才和樂家福都有試的 這隻最開心,一共黎超聲哥哥做了五貨集給他探 給大家看看,配備換來換去 沒有東西,眼罩,半掩罩,交叉,鼻窟,眼罩,交叉,鼻窟 換來換去 跟大家看他今天的配備那貨 今天的配備就是B和XB 就是剛才樂家福的貨 都是看這貨,不要看其他 看看他怎樣騎 三軍勇將也看過 其實連三軍勇將也挺新的,除了一隻樂家福 這隻就是最開心 今天就是決定用B和XB 即是這貨集的配備 今天會同場的樂家福 這裡最開心 其實這隻看起來應該不是很差的 不過他有一貨集跟快回來也能保持到位置 但是這隻也有點反覆 如果不是,黎超聲也不會不斷幫他換配備 視極都好像想有些事情再弄一弄他 看到這裏的艾道拿都起勢比 再打,其實他去到最後呢 他有反應的 不過他打完一大輪 猶疑了很久才會再有少少走勢 開始這裏有了 這裏開始就不打他 他就有點追上來了 都反覆的這隻馬 這裏大家都看到 他打哪個時候呢 他就不知道在做什麼 打完呢 被他走順了 他有少少走勢的 另外 還有一隻叫做精明選擇 這隻馬還沒跑 Layman正在選擇 不過也有點失望的 近這三場呢 就加了個PC 是中間那一場呢 因為跑直路 撿了個叉檔 就看空回來就差了 上場呢 沿途在外碟呢 其實他都跑得不錯的 追回第四 那今天再試一貨集呢 那今天這貨集 就不是上次在外面了 那這些是精明選擇 這貨集呢 就在裡面的 就是近這兩場呢 那些檔位都一般的 不過今天的檔位呢 依舊都是一般的 八檔 八檔潘頓就不是差的 八檔艾少禮就 看看啦 看看啦 看看艾少禮怎麼發揮 那你如果單純說精明選擇 這貨集呢 在裡面節省呢 他都有些走勢的 那就是 那轉了個彎 那就省了一條內檔 那一擠就已經擠了 進來這裡了 外面就虧了 那這個精明選擇 忍了一輪呢 那跟著都比下去 都有反應的 那這隻手 比下去了 越來越大力 那他都有些反應的 就是比下去 看到他都是加速的 我覺得這隻馬 是不是需要長一點點 就是大人屎啊 那試貨集都OK的 是個檔位 要看騎士發揮 好啊 另外這隻馬 這隻馬 這隻馬 你們今晚有朋友想問呢 我都不會解答給你們聽 經常都輸很遠 接著一落五班 那場又不轉腳 就贏了 贏了下一場 就沒有了 上了四班 上一次一出閘 又說馬鞍有少少懷疑 那隻馬 直接跳了兩跳 就退了下去 就沒有跑過 接著就轉了馬房 轉了無偉傑 都試了三貨集 都休息了三個月 都休息了三個月 第一貨就有 交叉鼻孔的 接著就只是用眼罩的 其實他試集呢 這一貨試得不差的 這隻 辣得架細 因為這一貨集都快的 其實 不過這隻馬 就不能用一隻正常馬去評他 又老虎跳 有時候又腳痛 我想 不痛就跑得好 這裏辣得架細 不過他一定是快的 多數都快的 這個 這貨就是轉了 無偉傑 唉唉唉 真是馬鞍飯 忍受一下 忍受一下 不想搞這麼多東西 唉唉 沒時間 你看到他沿途走外跌,跟那隻快馬一起試 沿途走外跌的,那隻初出都叫做跑得都不是差的 那場馬都很高水準的,哈勞威那場,這裏拉得駕駛 其實這課的表現都不算差,一斷就斷了,這課沒有斷了都OK 但這課是這樣的,下一課又是普通的 我只是選那些試集中,他最好表現的課給大家看 這課就是最好表現的,不過如果以這隻馬,正常健康來計 輕綁這些跑法有一檔,有時就不知道要不需要解釋 要解釋就不能解釋,形勢就好,剛才那課集快都OK的 但是跑不跑就沒難猜的 好啦,今天就講其他馬,這隻幫阿雷文頻道 都中了很多場的輝煌精英,那時候阿丁冠豪都很高 其實加了一個配備,其實他根本沒有一場跑得差的 大家都記得我講 今天唯一一個問題,其實他有幾場跟對手,包括他自己都扔掉了 今天就是唯一一個問題,126加到135 加了他9磅 跟龍之輝有些不同,大家都9磅 這隻就已經過了130磅 2號六加福說了,下班友試襲 3號的精彩勇士,這隻馬是沒什麼解釋的 就是加配備 這兩場又放不到,又不知道怎樣 總之就不知道跑什麼,被人問到抽筋 一加個眼罩就爆了半冷 再出都OK的 加個眼罩,這隻馬就快了 不過這隻馬,跑到1200都不行 一季不行,兩場 這裏跑了一場都不行 兩季都不行 看看今天行不行 他也是快的 第三隻是神廁 上次撿過狗檔,我覺得是一般的 但是他跑了第五呢 我覺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這場阿Layman和大家一起中 Tips中3T那天 還看今早懶那隻 剛剛過了千杯競典 所以比較好 希望再有機會和大家一起中3T 那些鑽石星空 遙遙領先 還看今早千杯競典 他初出撿狗檔 試襲我說他撞得比較慢 其實他出賽又不算撞得很慢 不過早段速度好像不是很足夠 今天的檔位叫做好過上次 如果只是計算檔位就好一點 但又熱了一場新 好了,曾經試襲有些走勢的線路光華 上次跑場直路表現路覺得不過不失 今天轉過來跑沙田千二 就沒看過他跑千二 之前試襲都不是說差的 肯薄操練有個脫卡 加眼罩剛才有打他 最開心也是 最最後也是用這個配備 艾杜娜打他 旁邊收了之後 反而他臨過終點有點走勢 好了,廚師發板 這隻Itatakimasu 那個貨襲好像贏得很厲害 我一次都沒選過 不過其實他兩次都有點受阻 在內蘭都有點受阻 一次草地一次泥地 我覺得這隻馬未見 不是說看得很透的馬 我只是說那貨襲的水準不是很高 我不是說這隻馬的能力 試過賺萬步速草地又不行 上次賺快步速泥地又被人阻 兩次都被人阻 今天又會配田雞 不過有個五檔 除榜利 說慢一點 說了九十幾次 我真的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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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馬上看 這隻馬上看的 這隻馬上看的 不過加上頭罩 比較可惜的就是撿了這個檔位 就要看看何澤堯如何發揮這個檔位 是有少少進步的 好了,說到自由奔騰,今天會加配備 其實他上兩次出來跑之前 他有一課集就已經加了配備 那課集的表現不算是差的 但我又不覺得好 OK的 但是出來跑兩場千四 就真的沒有一段好看 今天加配備就縮回來跑千二 暫時對他都... 是那課加配備那課集 表現叫做可以 精明選擇這隻 還不是很熟的馬 其實他的表現也有少少失望 但是這兩場都是輸些 直路就輸內蕩 轉彎就輸外蝶 上次也有追的,追得不錯 對了,上次 不過何澤堯沒有選他來騎 上次那一場都幾高水準 二戰上升和好運 那些再出都OK 對了,那一場水準都不錯 他都有追的 不過今天艾紹禮的八檔 看看我們禮哥怎樣發揮 你猜不猜到 猜不到 這些哪有得猜的 好,立得駕駛不說 神經刀來的 說來都浪費氣 行不行不行 吃不可以 沒得說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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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9磅的輝煌精英 呢 長長都是好表現的 那... 上次贏到 掉了 那... 後面的步速又快 後面的鑽石星空啊 啊 蔣金大少啊 哈魯威 那天艾紹禮 就扔掉去那個 金槍60那條跑線 才掉了 是不是 其實就... 贏得出色的 證明啊 雷文都... 沒有說錯啦 沒有哪一場跑得差的 這隻輝煌精英 不過... 今天真的一個... 不是... 今天的磅位是一個挑戰啊 那... 轉石星空啦 這隻馬都... 很厲害的嘛 是吧 蔣金大少呢 這一場快步速都不斷呢 下一場就叫做剛剛緊緊贏的嘛 哈魯威啊 如果不是那天艾紹禮的發揮啊 啊... 都不會跑那個緊頸四 給大家享受一下啦 啊... 啊... 這一場他又沒有攝得那麼出 啊 這一場啊 啊... 下一次那場就篩到這裡了 真的... 這些就叫走位咯 我說一下麗哥 是啊 走位厲害得不得了 這場這麼快呢 他又跟前了 那一場這麼慢 他又不懂得跟前一點 又是守著那個位咯 那你見到這裡啦 輝王精英一騎 他都彈掉了那些對手了 看看加了九磅啦 丁冠浩克服得到啦 是啊 那第二隻的 都要選一隻神池啦 上次說九檔不選他 那他跑過第五 總之就沒有騷擾到 雷文和那些老友一起選 就是一起選的3K啦 3K正獎啊 不是說... 有些人一輩子都沒有機會中的 對不對 那這裏那隻叫做神池 他見到他早段又不是說很快腳的 今天的七檔和九檔其實不是相差很遠的 以他的跑法 但是以初出來算 你可以... 他都有些走勢呢 就看看他會不會 如果他跑了一場 就再有些進步啦 或者再有些調整一下跑法啦 表現都恰可的啦 那前面就創奇蹟啦 那這裏就那隻叫做... 是不是叫做... 什麼啊 經常都不記得叫什麼名字 那這裏是星空啦 那這裏就啊... 哎... 這隻不記得叫什麼名字 然後那隻冷門啊 賀賢那一隻啦 那你見到這隻神池呢 其實都追了不少的啊 那最後也追上來啊 是撐得慢一點的 撐順了他就走得順了 希望他有些進步啦 第三隻的 選一隻諾家福啦 又試襲啦 諾班就搏一搏他啦 不過加個磅真的不簡單的 一加加了17磅 找回班德麗騎咯 另外再搏的 搏一下精明選擇啦 麗哥怎麼發揮 就沒得猜的啦 哈魯威這樣跑 還有什麼好猜呢 是不是 哈魯威剛才那場快步速 獎金大小後面 他又是跟那個位 那個步速慢了一秒呢 他又是跟那個位 這些不是叫做托慘都懂得轉搏嗎 是不是 不是我說的 解釋個重點給大家聽 快步速又是跟那個位 慢步速不懂得走上一點 又是跟那個位 不懂得佔一些便宜的 托慘都懂得轉搏的 這些騎士啊 精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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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的人來的 唉 不要說那麼多 先講點這場馬 好累 請支持雷文頻道 簡碼有理有據 拒絕順口開河 雷文頻道呢 都需要大家的支持 最重要是 希望各位贏多些啦 希望還有很多機會 和大家中三D 選了一隻輝煌精英 希望他場場都跑得好的 是個磅位 希望他克服得到 第二隻的 神池 拒絕他有些進步 其實那個盪位不一般的 拒絕他這個馬防會有些進步 第三隻的 選了這隻 駱家福就是駱班 有試襲 動態都叫做積極的 也是個磅位 但是對手就大幅減弱 第四隻的 是禮哥的八檔 問你怕沒有 看看禮哥怎麼發揮 也有試襲的 1號輝煌精英 4號神慈 2號駱家福 11號精明選擇 希望各位贏多些 對手 2號神慈 1號輝煌 2號輝煌 3號輝煌 3號輝煌 4號輝煌 1號輝煌 4號輝煌